第十屆亞洲少棒錦標賽 中華隊第一場比賽 就碰上上屆冠軍日本隊 在閒罰投手胡真理 二局上狀況不穩的情況下 被淘汰狼趁勢攻下4分 不過首都在鄉親父老面前出賽 中華隊也沒讓對方專門於前 下個半局由中心棒次的朱鴻化 大棒一揮 小白球棒左野方向一去不回頭 用表現說明 軟式棒球照樣能敲 紅不讓 這一季Solo Shot打破牙丹 隨後球隊靠著畜生球寶送 以及安打和對方的守備失誤 再添分數 三局下中華小將攻勢在一起 由張趙宏率先掃出聲援的 二雷安打 一棒打通任督二賣 前面有洋春炮演出的朱鴻化 竭力敲安 大伙趕進度怎麼敲 安打怎麼來 在九屆比賽中 我國就包辦了六屆冠軍 這實力可不是講講的 這個半局狂轟猛炸 一夠冠軍六分揚場而去 大極端果力兇猛 中華隊第二任投手曾勝安 表現也很不錯 中繼三點一局 沒有被敲出安打 無失分 加上後援投手守成 幫助球隊最後以8比4 扳倒衛冕軍收下開門紅 YT新聞總和報導